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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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大家開箱的環境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條片來得非常突然 試完就是我哥哥晚上 無緣無故放工回來後 就跟我說有東西給你開箱 我就心想開什麼東西箱呢 原來這條爛坦買了一部最新的 iPhone 11 Pro 還要是512GB 還要是綠色 所以這條片是拍得很突然的 場景就是在我家的廳裡 那跟著我們的傳統 首先看看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產品特寫 產品特寫就看完了 那當然就是要跟大家做一個開箱 雖然網上已經有很多很多人開箱了 大家看我的開箱片都知道 因為我的開箱片比較常會更多 close up 和細節 所以如果你在考慮要不要買iPhone 11 Pro 到底要買什麼顏色的話 希望你看這條片之後 你可以知道原來綠色是這樣的樣子 就可以幫到你去決定 到底你要選什麼顏色 今天要和大家開箱的是512GB iPhone 11 Pro Maxi 綠色版 我們先開箱吧 我們繼續開箱其餘的配件 打開了一樣會有Apple的PayPalwork 有貼紙和SIM卡的針 然後我們也會看到是有EarPod的 再來終於都有一個Type-C的快充線 當然也會配上一個18W的快充豆腐頭 我們這個在港版上是三腳插來的 大家看到是Type-C的 我們很快地做好所有的設定 就馬上試用一下這部電話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這個可以改暗色的外觀 因為眼睛不好 用黑色底沒有那麼傷眼 大致上就是這樣 其實我自己覺得 iPhone 11 Pro的綠色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漂亮 但其實我自己也訂了一部256GB的綠色 現在有點覺得 真的只有新字的感覺 它沒有那種上網看那麼漂亮的感覺 其實整個手感 就跟我本身這部XS Max 是一模一樣的手感 沒有什麼分別的了 比起它們的厚度 我猜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拿出來沒什麼太大的分別 那最大的不同 就相信是這三個鏡頭 剛剛試過 它那個Wide Angle真是他媽的Y的 因為在Wide Angle的鏡頭方面 是13mm的 他媽的Y的 而原本普通的那個鏡頭就是26mm 而去到人像鏡頭就是52mm 所以你可以滿足到三個焦段的拍攝環境 但也要留意 拍片的時候是有一個問題的 因為它在法寶會聲稱 在三個焦段進去切換 切換不同的鏡頭的時候 是可以很順暢的 但是這個只是限於用26mm 轉去52mm的鏡頭之間 是會很順暢的 但是如果你是由13mm 就是Y的那個鏡頭 轉去26mm的鏡頭 是一個很明顯的 畫面是不同了的 我相信主因是因為它Wide的鏡頭 是設在左邊這個新的位置 那26mm和52mm本身是上下的位置 所以你在Zoom In和Zoom Out的時候 那個跳的感覺會沒有那麼明顯 而且可以避免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那一部 就要去到10月才會到的 那就是突然之間 我哥哥拿了一部回來 那我就立即和大家開箱先了 所以就不會有很深入的評測和介紹 對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用iPhone 11 Pro去拍片 或者拍照的一些review 心得的話 那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希望我拿了我的手機之後 有時間去和大家分享一些試用的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 Share 和Subscribe你的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小鈴鐺 按一按它 然後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請訂閱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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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